最近发现一个好用的东东啊 网页版的视频高压缩工具 只需要把你的文件丢进去 等待过后呢 一个高质量的压缩小文件就可以下载了 非常适合用在一些社交APP中 你想象一下 别人浏览你发的内容是看到即可播放 还是要等半天文件加载 哪个更适合 这个网站就是它了 它其实是在浏览器中运行的FMPEG的命令 现在做成web方便普通用户直接调用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试试看看 那当然我们今天的内容肯定是不止这些 由于是web端 命令参数无法自定义 而且浏览器消耗也很大 效果是不及本地运行的 它整个命令其实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大致了解一下 其中的一些主要参数是什么意思 这个264就是目前主流的H264压缩编码 而这个fast start 就是让原数据前置 视频还没有完全下载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开始播放了 另外这个crf30 它其实就是动态码率 它是我们压缩的一个关键值 而最后的这个precess superfast 意思为提升压缩的速度 可能我说的不是很严谨 或者是有些地方不对啊 欢迎大家指点 我也是自己摸着搞的 这中间也去问了一下chat GPT 好大致了解了以后 现在开始部署到本地 首先我们需要在Mac上安装 FFMP1G 这个通过安装 HomeBring来解决 那么先就来安装 HomeBring吧 步骤如下 我们打开Mac上的 终端这个APP 用这个命令去安装 当然如果你不能连接到GitHub地址的话 可以使用另外一个直连地址 就是它了 然后按照里面的提示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这个过程中需要多次的输入密码 就是你电脑的开机密码 然后你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 如果没有任何意外 就会安装成功 并且提示需要重启你的终端 这个过程我就不表了在这里 根据提示做就好了 没有一点难度 此时呢 HomeBring就可以安装成功了 如果一切顺利 我们接下来就是安装FMP1G了 安装完成以后呢 可以在终端中执行如下这个命令 来查看我们安装的版本 FMP1G安装过程有点长 需要耐心的去等待 好的 这样准备工作完成以后 我们利用Mac的自动操作这个功能 来实现直接右键自动执行压缩 打开自动操作 我们选择快速操作 左边栏找到实用工具 再找到运行share脚本 把它呢直接拖到右边 这样就可以构建工作流了 把上面的自动文本改成影音文件 而旁边改成仿达 下面的传递输入选择为质变量 把这内容全部清除掉 粘贴这个完整命令 它的大致意思这个224就是帧率为24帧 后面的AAC128呢就是音频的处理 好 我们点击尝试运行看看 可以接着保存 起个名字 最后呢就是来看看效果了 这是个1.1gb大小的一个文件 右键选择快速操作 压缩视频 稍等片刻以后呢 我们得到最后的文件大小 还不到50兆 好 你们觉得怎么样 今天这个所设计的命令啊 都来自于ChatGPT和网友 大家如果有更好的一个建议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给其他人 那么今天的内容啊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